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们看在眼里 而且凭借自身的欢乐属性还圈了不少粉 可是她的素质却不敢令人恭维 先是在参加活动时 对于摔倒的女礼仪袖手旁观 最后竟然还笑地蹲在了地上 这一幕刺上了不少网友的眼 不少网友留言称 现在的爱豆素质真低 或许是件事情越挠越大 林默才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道歉 在近200字的文中不断地表达歉意以及悔过 并向网友表示会好好改正 但是获不单行 有网友扒出他在参加选秀时 直接上手扒了水果后 又将水果扔回果盘 视频一爆出 网上就有不少人开始指责他 不顾后续选手的自私行为 紧接着还对刚刚练完舞躺在地上的队友 蹦蹦跳跳地踩了一脚又一脚 不得不说光看这一片段确实挺让人生气的 要说林默的年纪小 不懂娱乐圈里的各种规矩 而吴宗宪的做法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在一场活动中 只见刚上台的吴宗宪直接搂住女儿吴珊如的腰 还说道 台上唯一可以乱摸的女艺人就是你了 对于吴宗宪的无比自然的接触 吴珊如表现出了明显的抗拒 但是遭到拒绝的吴宗宪反而猛轻了吴珊如一口 台上唯一可以乱摸的女艺人就是你了 不要乱摸 来 爸爸亲个妈妈 亲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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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令人震惊的是此事还不止发生过一次 早前在一档节目中 吴宗宪就表现出令人反感的一幕 不仅强吻女儿 还对女儿开黄枪 还曾多次被拍到公共场合与女儿亲密互动 亲吻侧脸的画面可以说屡见不鲜 针对吴宗宪此番操作不少网友直呼看不惯 认为女儿已经长大了 应该注意分寸 除了亲吻外 吴宗宪对于女儿方方面面 都也非常关心 可谓细致又体贴 但是他关心女儿的方式却让大众瞠目结舌 在某次两人一起走红毯时 吴宗宪因穿的抹胸裙发生疑味 而吴宗宪察觉到后 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帮其整理抹胸 吴宗宪也被父亲这波行为感到惊讶 而吴宗宪却依然面不改色 不少网友都表示不理解 而对比这些 黄家尔的身世可是给足了女性安全感 比如在某个节目的唱歌环节 男嘉宾不但将胳膊放到陪珠炫肩膀上 还频频做出不雅表情 吓得陪珠炫连忙往后躲 而一旁正在唱歌的王嘉尔看到后 果断挺身而出 一边把陪珠炫往后拉 一边插在两人之间 节目的最后 陪珠炫还一脸感激的望着王嘉尔 不得不说 嘉尔人真的好好好 不仅如此 当王嘉尔和李庆四名牌时 全程取着手不主动碰李庆 和杰西热舞时 因为舞蹈动作将手搭在了杰西肩膀上 但是网友发现王嘉尔却并没有将手直接放下来 而是一直都将手绷直 就连杰西按都按不下去 手指拧折也不弯的态度 引来一众网友的好评 而当与杰西面对面时 嘉尔就直接将眼睛闭了起来 而且王嘉尔对女生的保护从不分年龄 看见路过的小女孩肩带滑落 都会忍不住帮忙提起来 不愧是热心市民王先生 虽然娱乐圈和王嘉尔一样的男星肯定还有很多 但是不得不承认 此时王嘉尔这该死的绅士魅力 还怪让人喜欢的 最后说一句 男星们可以都照这个方向内卷吗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